难怪你你业绩老是在前边 他已经连续三个班账报去了 老帮别人数着班 难怪自己业绩上不去 你业绩怎么来的你心里清楚 是个人连保安你都不放过 那我把话再说清楚一些 男女我都不放过 年近三十的王万妮 一直在一家商场里做奢侈品销售 为了争夺业绩 她把自己打造的八面玲珑 这天店里来了一款限量爆款包 谁的客户先刷卡就算是谁的业绩 其他店员只是提前告诉顾客坐出租车来 可以节省去停车库再上来的时间 而王万妮却亲自去接顾客 还买了葱油饼 给了商场门口的保安 让她的顾客可以短暂的把车停在商场外面 抢现一步第一个到店付款 抢到了限量爆款包 结果也引来了同事的强烈不满和冷嘲热讽 店长为了安抚其他店员的情绪 也只能先把王万妮从名包专柜调调到首饰服装部 不过在这里 王万妮仍然等到了她的VIP顾客 名品店里的贵哥贵姐们 都有些眼高手低 看到这个穿着朴素还提的菜的陈女士 就懒得接待了 生怕接待她的时候 就错过了其他的大客户 但王万妮对待陈女士 却没有任何怠慢 从服装区到珠宝区 都逐一地给她细心讲解 其他店员还走过来劝她 但当王万妮陪陈女士走到首饰区时 陈女士却突然提出 自己想要买一套钻石首饰 于是王万妮给她推荐了几款性价比高的 没想到陈女士对这些首饰却并不满意 你们店里就没有更贵一点的 有的 那都是高级定制系列的 也都是百万级别的 我想买 王万妮简直难以置信 但她还是不动声色地 把陈女士请进了贵宾室 并且还锁上了门 然后强热内心的激动 继续为陈女士服务 不过这些定制级别的珠宝 她也没见过 只能拿着画册跟陈女士行容 你有看到过实物啊 这个我不能说假话的呀 这个我确实没看过 这个毕竟很少有人会订购的 但是我们集中培训的时候呢 我有看过视频 其实我觉得吧 像钻石或者说是珠宝呢 都是承载的 是女人的梦想 不管处在什么状况下的女人呢 都应该拥有梦想的权利的 你看那么好看的东西摆在那 所有女人她都会心动的呀 这个我定义她 我们一起看看 食物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么漂亮 上百万的大单就这样降临了 让王万妮欣喜若狂 连店长都过来 想加陈女士的威胁 但陈女士却坚持 只愿意跟王万妮联系 送走陈女士后 大家都在为王万妮庆祝 然而嫉妒王万妮的那个同事 却偷偷拿王万妮手机 把陈女士的微信 推送给了她自己 几天后 王万妮约陈女士到店里付款 为了迎接陈女士 王万妮特地补了补妆 但很快 她的脸上和身上 救出了红疹 只能赶紧去医院 店长十分着急 因为王万妮和陈女士 约定的时间 马上就要到了 这是另外一名店员 主动请营 说她也有陈女士的微信 可以顶替王万妮 做成这一单 王万妮到了医院 查到自己过敏的原因 是刚刚涂抹的唇膏 立刻明白了怎么回事 她马上联系陈女士 改天再来 让她的同事没能得逞 回到店里 王万妮拿着一杯水 走到同事面前 你要别的把 不就这点手段吗 还自己贴上去 怎么样呢 陈女士还不是 点名纸等我 你加她微信有用吗 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奉劝你一句 单子抢不走 这谁也做不成 这种歪心思 你趁早别动 今天这事 我可以不跟别人说 但再有下一次 我一定让你在这店里 待不下去 但曼妮的隐忍和警告 并没有让这位同事收手 反而不断地酝酿更大的阴谋 你喝慢点 别喝那么着急 当班都不敢喝水 爬上厕所 客人一发微信 马上到店又没办法走开 就你不喝水不上厕所 谁不是呢 有什么功 女同事林达 由于上次撬单没成功 反被王曼妮警告 于是处处与她针锋相对 几天后 陈女士如约来到店里 为钻石套装付款 店长偷偷告诉王曼妮 这种过百万的大订单 已经三年都没有出过了 今天付款以后 总部将特批王曼妮 直接升为销售主管 王曼妮热情地 给陈女士端取咖啡 然后递上销售合同 让陈女士确认 但当陈女士从钱包里 掏出银行卡时 心情却变得有些复杂 谢谢我老公 我前夫 给我的离婚补偿款 陈女士向王曼妮讲述了 她和前夫的创业经历 从推着快餐车 考串赚到第一桶金 再到后来开出租车公司 和买地开果园 折腾来折腾去 身价也达到上千万 直到去年 因为建高铁 收了他们的两块地 补偿款让他们 彻底实现了财务自由 然而她的前夫 却把自己一直养在外面的小三 领到她面前 并且提出要跟她离婚 钱我分到了 家也没了 当那个女人 浑身都是名牌 保养得很好的 站在我面前的时候 我看看我自己 最可笑的是我的那个包包 还是结婚纪念日 我老公送我的 我还不舍得背来 我那天啊 我到你们这个商场 我没别的 就是想花钱 我赚了那么多家店 只有你 很热心 很耐心地接待了我 所以这套珠宝 我买的是心甘情愿的 王曼妮听到陈女士讲述的经历 内心也很感慨 每一个女人都有最美好的年华 陈女士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 都用在了陪老公打拼事业上 但等老公家财万贯时 自己也成了容颜憔悴的糟糠 最终惨遭抛弃 这时店长走进来 提醒王曼妮带陈女士去结账 最后时刻 王曼妮还想要劝说陈女士 人在遇到不好的事情时 很容易做出冲动的决定 而她用这笔巨款 买华而不舍的钻石套装 显然不是为了佩戴 未来很可能会后悔 但面对高额的提成和晋升机会 以及在店长的催促下 王曼妮还是选择了陈墨 让陈女士买下了这套珠宝 当然这笔订单也让王曼妮 破格晋升为销售主管 同时也获得了欧洲游轮游的额外奖励 让同事林达格外掩红 难看人来了 您招待吧 经理不平 你瞧她主管的位置 于是王曼妮热情的为这个中年男服务 中年男看到王曼妮娇美的面容有些心动 故意跟王曼妮越靠越近 结完仗王曼妮送中年男出门 中年男继续直勾勾的盯着王曼妮 还表示要把能换积分的购物小票 送给王曼妮 并且约王曼妮供解晚餐 却被王曼妮笑着拒绝 中年男有些恼羞成怒 把小票扔掉就离开了 而王曼妮也没有捡那张小票 竟直走回了店里 然而几天后 商场经理带着一群调查人员 把王曼妮叫进了会议室 因为王曼妮的个人积分卡上 突然进账一笔数额不小的积分 刚好是那天的中年男 消费的23万小票兑换的 而这些积分居然可以兑换 1万多元的等额商品 所以在商场引起了轩然大波 王曼妮百口莫病 并且面临着被公司辞退 你要知道 我们商场开业以来 这种事情 这还是第二次 上一次的金额还没有这么大 设施的销售也是开出处理的 这种对我们商场名誉 影响非常坏的行为 我们必须严肃处理 而这张积分小票 正是王曼妮上子 拒收中年男的哪张 他只好去找那个中年男 不得不低头向中年男鞠躬求情 我是把他扔掉了 可我现在也怀疑 你是不是等我走了以后 又偷偷捡出来 私自去 对了 好 就当是我收下了 您能不能帮我去证明一下 这张小票是您赠予我的 这我不能 当面说不要背后偷着捡 这可是另外一种性质 这件事情真的关系到我的工作 能不能请你帮帮我 你这是干什么 你别这样好吗 你这不为难我吗 你在我公司楼下 中年男不愿意给王曼妮作证 她只好回去请安保部门翻监控 虽然王曼妮怀疑这件事 有可能是同事琳达做的 但是在监控中 却并未找到琳达 有去过积分柜台的蛛丝马迹 王曼妮又去找店长帮她求请 但店长却表示 这已经超出了她所能够控制的范围 你等一下 这一组都是A家客户 总共12个 是更了我很多年的客户 是能够帮助解决销售差额的客户 如果这件事情 非要冤枉在我头上 开除我的话 那我就把这些客户都带走的 曼妮从我个人角度 我非常非常相信 但是明天这件事情 就要报给总部 你觉得以我的能力 我可以左右他们的想法吗 还有你一定要记住 你刚才跟我说的话 千万千万不要再说 再牛的销售 客人就是为这个品牌在买单 你把这身衣服换了 走出这个店面 你是谁 你还要把他们带走 你带去哪儿 店长的话不无道理 王曼妮刚才的言语 却是极度不成熟和自视甚高 站在老板或者公司的立场上 当然不可否认 任何销售人员的努力和付出 但出现问题需要解决的时候 销售员总已将要带走客员 来作为要挟 相信任何老板或公司 都不敢再重用这种人 第二天王曼妮在会议室外面 无助地等待商场处理 而上次管她借过200元钱的 商场物业人员钟晓芹正好路过 她一直想找机会还给王曼妮钱 而在得知王曼妮的遭遇时 钟晓芹突然想起 那天在商场巡视时 她在收音台恰巧听到一个女孩 提到过王曼妮的名字 于是钟晓芹鼓起勇气闯进办公室 开会呢 你干嘛 许总 我可能能帮她证明一下 她要是被冤枉的 那以后她在这行都没法待了呀 钟晓芹你干嘛呢 其实不用很麻烦和很多时间的 你们去查一下 前天下午三点到三点半之间 四楼收音台 这让大家存在 是不是那个时候存进去 就行了 钟晓芹让事情出现转机 商场领导接受了钟晓芹的建议 查看了那个时间段的监控 发现一个红衣女孩 正在收音台给王曼妮存积分 而在王曼妮仔细辨认后 发现这个女孩 在琳达的朋友圈里出现过 于是真相大白 面对王曼妮和店长的质疑 琳达也丝毫不否认 大家在一起工作这么久了 你干嘛这样 不爽不高兴成吗 这个店里 不是只有他王曼妮平民 我每天也是占满十个小时 旺季的时候 我也是三天五休 销售主管的位置 我也等了两年 她凭什么插队 就因为运气好 那个大单子砸到她头上 是公平吗 那是我努力挣来的 其实位子没有写名字 不如人就是不如人 或许如琳达所言 她也努力了 然而辛苦却没有得到回报 但是使用卑鄙手段 去诋毁别人 这本身就是不光彩的 店长让王曼妮决定 如何处理琳达 而上次的口红事件 王曼妮其实已经给过琳达机会 那就按照规矩吧 怎么处理我 就怎么处理她 所以我没什么好抱歉 其实并非王曼妮狠心 没有人会愿意 让一条毒蛇流在身边 随时在阴暗的角落咬她一口 从此王曼妮也和这次 为她出头的钟小琴 成为了好朋友 不理解 这双鞋都能买三四双普通鞋了 多换样式穿不好吗 二十岁才追求样式 三十岁该追求品质了 哎 好了 决定了 就买这双经典款的吧 永远不过时 因为陈女士的百万大单 公司奖励王曼妮一次 欧洲邮轮旅行 为了这次旅行 王曼妮特意准备了很多行头 光是这双经典款的鞋 就花了她三千大计 同时与管顾家借了一些名牌衣服 并且升级了自己的信物卡额度 终于踏上了欧洲旅行的邮轮 然而当她进入邮公司付费的经济舱时 却发现这里略显寒酸 于是王曼妮向船舱中的管家 提出要参观行政舱 结果被行政舱的豪华震惊到 但管家告诉她 升舱需要自己补一万八的差价 王曼妮犹豫了一下还是没升 她又来到行政餐的专属付费餐厅 想坐在靠窗的位置 却被服务生告知需要提前预约 于是她自飞点了一些普通的食物和红酒 然后照了几张相 证明自己来过这里 到了晚上王曼妮精心打扮一番 来到邮轮的酒吧里喝酒 然而第一次喝威士忌 让她忍不住咳嗽起来 这是一个帅气的男士坐在了她身边 日本的酒很入口些啊 我请你喝一杯 麻烦你给她来一杯 酸到我账上 王曼妮拿起日本酒一眼而尽 结果又被枪到咳嗽 男士提醒王曼妮 她又不是来买醉 没有必要喝得那么忙 挺好喝的 你知道你点的那种苏格兰威士忌 在哪个国家最受欢迎呢 我不知道 希腊有个小岛叫帕鲁斯 岛上的人有种风俗 人死以后埋三年 把骨头挖出来 再用美酒洗干净 放到盒子里 再装到每一家的牧种小屋 家族的人就会世世代代在一起 如果我今天喝的是别的酒的话 你说的这个故事 应该也都会是同一个故事吧 两人相识一笑 在暧昧的灯光下 徐徐的海风中 王曼妮和这位男士一边喝着酒 一边相谈甚欢 男士名叫梁正贤 他表示自己早已实现了财务自由 而他现在仅仅37岁 喝完酒 委婿的两人站在船弦上 继续欣赏海景 梁正贤贴心的为王曼妮 披上自己的外套 其实他早就发现 王曼妮在行政舱付费吃饭 说明王曼妮所住的是经济舱 于是主动提出 他愿意帮王曼妮出钱升舱 却被王曼妮卸绝了 但王曼妮最后还是刷了自己的信用卡 付了一万八完成了升舱 晚上梁正贤邀请王曼妮共计晚餐 他给服务员付了小费 轻松的带王曼妮坐到了靠窗的座位上 王曼妮恍然大悟 原来服务员说这些靠窗座位 只留给提前预定的客人 其实就是留给能够支付他们小费的人 梁正贤在这里表现的轻车熟路 而且自带新鲜的食材 请厨师加工 连餐厅的主厨都会特地走出来跟他打招呼 令王曼妮对眼前的男人充满好奇 我没有什么太大的追求 财务自由之后就想环游世界 大部分时间是潜水登山极限运动 我就喜欢邮轮 船带我到哪里就到哪里吃喝 最重要的是 欧洲这些国家真的很适合邮轮的 睡意换一个国家 我以后出去玩的时候我叫你啊 我不是坏人来的 为了感谢梁正贤的晚餐 王曼妮亲自到后厨给他做了 一盘西红柿炒鸡蛋 并且被梁正贤称赞 是世界上最美味的料理 梁正贤还很用心的 为王曼妮买下一条才几欧元 却是他默默看了好几眼的手链 我只是随便看看 没想买 是啊 就是你喜欢的那条啊 因为你今天说了一句话 我说什么了 你说卖东西的人 卖不掉东西 是一件很伤心的事 但是送礼物的人 送不掉东西 有很伤心的 王曼妮接受了这条手链 梁正贤还细心的亲自为他带上 两人的关系似乎更紧了一步 然而梁正贤还给王曼妮准备了另外的惊喜 晚上两人一起参加船长派对 梁正贤鼓励王曼妮填上心愿卡 没想到船长在心愿箱里 真的抽出了王曼妮写的那张心愿卡 按照游戏规则 由该桌的男士上台来说出愿望 就此刻 我今天晚上唯一的愿望 愿王曼妮小姐为我唱一支歌 王曼妮有些害羞 但在众人的掌声中 还是鼓起勇气上台唱了一首英文歌 她唱的并不好听 甚至一开口就引来了全场的笑声 但梁正贤仍然目不转睛的看着王曼妮 回想着两人近几天相处的时光 似乎有了心动的感觉 派对结束后 两人来到甲板上 王曼妮仍然觉得 自己刚才的歌声有些丢人 梁正贤却不那么认为 我第一次知道 唱歌不靠嗓子 是靠勇气 真的 这一曲我有生能忘 为什么突然抽到你啊 船长也收小费的 因为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吗 许愿是靠心沉者一 刚才那三分钟 我可以毫不掩饰的喜欢看着你 是上帝听到我的心声 梁正贤深情的说着土味情话 表达自己对王曼妮的爱慕 气氛到了 于是他凑上钱想要亲吻王曼妮 王曼妮却拘谨地跳开了 并解释自己有些运船不太舒服 迅速地离开了甲板 王曼妮的邮轮之旅即将结束 他在自己的房间里 偷偷看着自己和梁正贤的合影 体贴绅士的梁正贤 正像是王曼妮心目中 童话爱情故事里的男主角 他其实也是心动的 这时梁正贤过来敲门 王曼妮并没有请梁正贤见了 而是出去见她的同时 又把门锁紧 等于拒绝了梁正贤下一步的亲密动作 因为明天船就要靠岸 梁正贤邀请王曼妮 一起去冰岛看激光 机票和酒店都是现成的 王曼妮却谢绝了她 我要回去上班的 那会不会许多年以后 王曼妮跟别人讲起 当初没有跟那男人下船 看看冰岛有没有通话 可能人生就是另一半样子了 那是好样子还是坏样子 不跟我走一样好 但是不一样的好 今天为什么感觉好像不太一样 可能我今天的这个样子 才是我平时的样子吧 就像你说的 我不是这个仓位的人 生仓的钱都需要用信用卡 分期付款来还的 所以我就跟自己说 这几天就彻底的放松 好好地享受 就当是做了一场梦一样 但梁正贤并没有死心 想要加王曼妮的微信 方便以后她可以找到王曼妮 王曼妮却讲起 一个船长顾客 跟她说过的一句话 在船上发生的一切 都不应该带下船 反正都带不走 不如都留下吧 有点受伤 但是难忘 不喜欢说再见 那就道别吧 这一刻 王曼妮是清醒的 于是两人握手道别 梁正贤很是失落 独自去船舱上的酒吧买醉 被王曼妮偷偷看在眼里 旅游归来后 王曼妮回到了现实生活中 仍旧需要面对房租上涨 还信用卡的分期账单 邮轮上发生的故事 对王曼妮来说 真的仿佛就像一场梦一样了 离开邮轮后 虚无缥缈的梦 而这天梁正贤却突然出现在王曼妮的店 并且让王曼妮帮自己推荐衣服和鞋子 令王曼妮既惊喜又难以置信 就这样梁正贤只看王曼妮不看价钱 买了一大堆奢侈品后 王曼妮把她送到门口 然后试探着问她 你是路过这儿的 还是知道我在这里上班的 我下了船 去看了极光 又走了好几个地方 总觉得缺了什么 想来想去 发现是缺了那种番茄草带 通过邮轮公司 梁正贤查到王曼妮的工作地址 他注意到王曼妮的手上 仍然带着她送的手笠 于是向前一步对王曼妮抛出橄榄枝 其实没有那么多理由 我就是很想再见 我去到哪里都是这个年度 梁正贤塞给王曼妮一张 五星级酒店的总统套房卡 然后就飘然离开 回到店里的王曼妮 望着那张房卡心动着 他单纯的以为 多金帅气的海王梁正贤 已经不远万水千山的为他而来了 所以一向是业绩如命的他 却在那个下午请了假 不顾一切地奔向梁正贤所在的酒店 而梁正贤正在房间门口 满怀笑意地等着王曼妮 仿佛这一切尽在他的掌控之中 梁正贤也终于得偿所约 完成了本该在邮轮上就完成的流程 热情过后 王曼妮在床上端着梁正贤的手看了又看 然而并没有带过婚戒的痕迹 梁正贤看穿王曼妮的小心思 于是主动对他笑着说自己是单身 而当王曼妮看到地上 放着在他店里买回来的奢侈品 突然想到了什么 立刻起身穿好了衣服 王曼妮建立在梁正贤面前 梳立自己不图钱的形象 不想让自己的为爱奔赴 在梁正贤眼中成为爱情买卖 梁正贤却总是可以把问题回答得让人很舒服 实现降维打击 我知道你在哪里上班 我转身买了张机票 飞过来找你 是不是越老越没出现 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啊 为什么在邮轮上要拒绝我 不喜欢艳遇 没那么随便 那你为什么今天敢跑过来找我 因为你突然出现了 出现在我熟悉的环境里 没有像极光那么漂亮 我这个年纪 喜欢看得见 抓得出的东西 王曼妮已经深陷其中 朋友顾家劝她保持冷静 最好问清梁正贤是否单身 在两人共进晚餐时 梁正贤正说着自己环游世界的故事 却看出王曼妮欲说环修的样子 于是主动向王曼妮介绍自己 我叫梁正贤 今年37岁 四个美籍华人 很多年之前回香港创业 便在那里定居很久 现在是单身 没有什么不良的爱好 没有什么犯罪记录 你现在有没有清楚一些 我明天会去香港 下个月要不要跟我一起去 娃老阿图看城窗 常常我掉上来的海域 梁正贤带着王曼妮去了瓦努阿图 并且一起下海潜水 潜水是梁正贤的氧气照掉了 幸好被王曼妮抓住有惊无险 在岁上梁正贤去叫餐的时候 王曼妮和梁正贤的朋友闲聊 得知这次潜水活动十分抢手 至少需要半年才能预定到 王曼妮若有所思 于是梁正贤回来后 他质问梁正贤 到底是什么时候买的船票 梁正贤如实回答 船票是半年前他买给前女友的 但是买完票以后 两人就分手了 怕王曼妮多想 所以才没告诉他 所以你就换了个钱吧 看来你的生死之交也挺多 但是从来没有个跟你一样的 刚才我们经历过生死 难道你现在还不信任我吗 我想回家了 王曼妮扔下梁正贤 独自坐飞机回到上海 然而刚落地就收到了梁正贤发来的信息 你回头 不可能啊 每天就我坐的这一班飞机 你怎么到这里的 我被俄罗斯转机 为了是追上你啊 海王就是海王 让王曼妮再次投入梁正贤的怀抱 王曼妮之所以会觉得感动 是因为她觉得梁正贤转机 不光费钱而且费精力 同时也是一个很有诚意的行为 证明了自己在梁正贤心里很重要 但是她没有考虑到的是 梁正贤本来就是一个全世界到处飞的人 多转一次机和普通人多坐一站地铁 并没有什么区别 倒不如趁此机会问清楚 她当初为什么会和前女友分手 那你啊 这是李霍丹 在副店长人群确定下来之前 你暂时来负责 哪着呀 副店长因为个人原因辞职 于是刚刚升任销售主管的王曼妮 又有了新的晋升机会 为了得到店长的信任 王曼妮回到住处继续加班工作 令梁正贤有些不紧 她向梁正贤解释道 因为当上副店长 就可以到香港培训半年 梁正贤瞬间露出奇怪的表情 却马上用假校来演示尴尬 那就意味着我们每天都可以见面了 那你要真的努力啊 先当上这个副店长 如果这次我真的能升的话 那简直就是夜内传说了 从来没有个人能升得这么快 哇 好厉害啊 不要用美色迷惑我 我要专心 如果我能把店长给我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呢 他就能看到我的能力了 到时候呢 帮我给你买出 我不要买车 你干什么呀 放我下来 梁正贤用实际行动 去阻止着王曼妮努力谨慎 仿佛他有事情对王曼妮隐瞒 代理副店长的这段时间 王曼妮显得比以前更自信 因为他觉得自己和梁正贤的差距不再那么大了 不过王曼妮的努力 并没有给他带来回报 这天王曼妮正在给员工们讲解商品 店长却带来了一个年轻的女孩 向大家介绍 她是总部空降过来的副店长 是个海归 名叫戴希 让王曼妮十分沮丧 戴希当众指出 她刚才听到王曼妮讲解商品时的错误 令王曼妮下不来台 王曼妮想要辩解 却被店长叫停 告诉她店里新款的裙子到了 王太太正在等她送过去挑选 王曼妮只好作罢 而戴希却提出 也要跟着她一起去见店里的大客户 到了王太太家里 对于穿哪一件去参加发布会 王太太拿不定主意 而两人的推荐也截然不同 不过王曼妮指向王太太 介绍了粉色裙子的质地和舒适度 这并不是王太太所追求的 王太太 我建议您选白色这一条 虽然这几件都是秀款 但这条裙子 全上海 只有我们店里这一件 另外一件在新加坡 穿的独一无二 你穿的舒服好看 更重要 您说呢 就白色的了 以后像这样的稀有好货 你们第一时间拿给我 别让别人知道 虽然戴希只有26岁 但阔泰他们的心里 算是被她给完明白了 王曼妮虽然有些不服 但也只能接受这结果 看到既年轻又活力的戴希 又想到已经30岁的自己 王曼妮发现自己 仿佛已经没有了退路 于是她在车里 再次跟梁正贤 提出要挑明两人的关系 好好的为什么要吵架 并没有好好的呀 我的店里来了个年轻的上司 彻底堵住了我的圣志之路 还要处处刁难我 我也不能再让你这么 招之急来挥之急去了 感情和工作 我总要抓住什么的吧 而且我快30了 我耗不起了 你为什么把车停到这里 不停到停车场里去啊 因为这里的停车费 每个月只需要600元 但王曼妮没有回答 直接把梁正贤扔在了原地 生气的去上班了 然而却因为迟到了15分钟 被戴希开出了店铺罚单 于是更加郁闷 到了下午 梁正贤突然出现在 王曼妮的店门口 但王曼妮看到她之后 却转身走开了 梁正贤只好默不作声的 走进店里 由戴希亲自接待她 挑选了几件衣服 和一件新到的首饰 结完账戴希还想要 加梁正贤的威信 却被梁正贤直接拒绝 她拿着新买的首饰 走向王曼妮 梁正贤刚才的话 算是给了王曼妮一个名分 同时也在戴希面前 给王曼妮称了腰 紧接着梁正贤 带王曼妮去了地下车库 因为她刚刚替王曼妮 租了一年的停车位 而且是离电梯最近的位置 是我考虑不周到 心血来潮买辆车 没想到会加重你的生活负担 我应该更细致 我一直能感觉到 你对我没有完全放开内心 或者说总是带着防备 可是我有时间 用内心慢慢污染 我知道你有多么在意 女朋友的这个称号 虽然刚才的方式有点过分 但我就是想让你安心 现在所有人都知道 我们是男女朋友关系了 你可不可以不上我的气 这谁招架的庄 得到名分后的王曼妮心情大好 在天桥上和梁正贤 手拉手一起走 笑得像个孩子一样 然而梁正贤这时却又告诉王曼妮 她是个不婚主义者 王曼妮的心情又瞬间跌入谷底 并解释说之前一直跟她 回避男女朋友的问题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并且她在很早之前 就已经确定自己不婚 为的就是追求更纯粹的感情 令王曼妮一时间难以接受 不婚的意思就是不用负责任 爱了就在一起 不爱了就散了 而王曼妮现在所做的 看到王曼妮仍旧对她和梁正贤的未来充满冲净 于是作为真闺蜜的谷家 决定敲打一下王曼妮 劝她别被掺杂了物质的爱情 蒙蔽了双眼 她要这辈子都不结婚了 你怎么办 跟她耗下去 那我也不结了 如果梁正贤今天 不是一个财务自由的ABC 她说出不结婚 你会同意吗 这个人当初吸引你 不就是在邮轮的行政舱吗 干嘛现在又拿爱钱来说事 你说我图她钱啊 你要是真图她钱 我反倒觉得没什么损失 现在明反是你自己陷进去了 对于一个不结婚的人来说 你全情投入敞开心扉 你不怕自己受伤吗 所以我就应该只是玩玩 捞点好处 别动真心 其实顾家旁观者清 她猜到梁正贤就是看穿了王曼妮 既渴望物质 又渴望爱情的心理 才会一点一点的打破她的原则 而王曼妮此时只是揣着明白装糊涂骗自己 钟晓芹见两人情绪不对 于是赶紧拉着王曼妮离开 刚刚离婚的钟晓芹 其实看得很开 她觉得反正婚姻也不能绑定两个人一辈子 遇到这种不求结果的爱情也很难得 让王曼妮随自己的心就好 在这之后 王曼妮暂时地放下了包袱 跟梁正贤一起参加各种有品味的高端活动 她从始至终都带着温柔的笑容 而梁正贤也发现了王曼妮最近的变化 你现在看起来 好像完全变了另外一个人 什么样的人啊 我说了 要让你见过真正的好 是因为是给你的浓烈 就会觉得其他就滑的 吃惯了冷餐 就能借掉中口味 觉得拘束的衣服 每天穿 就会和皮肤一样 藏在你身上 你这是在改造我啊 我是想珍惜你 我不会浪费和你一起的每一秒 看样子梁正贤的PUA完全成功了 这天香港总部派来一个巡视主管阿曼妮 到王曼妮的店里市场 在考察了王曼妮的能力后 她询问王曼妮愿不愿意 平调到香港分店 王曼妮当然求之不得 然而当王曼妮把这个好消息 告诉梁正贤时 梁正贤却没有王曼妮想象的那么高兴 你再好好考虑一下 做销售不就是做熟客吗 你在这里积攒了那么多年的客人 我有你啊 你在顾虑什么 怕我赖上你啊 怕呀 我不是这个意思 在此之后 王曼妮取香港的态度和信念越来越坚决 而梁正贤屡次劝说无国后 这个女人就突然出现在了王曼妮的身边 人呐 有时候就是有点恋悟 就是习惯很多东西啊 到第二个地方还是会想要拥有 但也未必真的喜欢 说不定也就是图个方便 你觉得呢 王曼妮在健身俱乐部里跑步时 一个香港女孩主动跟她攀谈 并且告诉她 这家健身俱乐部 是从香港开过来的连锁地 还跟她无缘无故的说了 刚才那些莫名其妙的话 但王曼妮并没有放在心上 跟梁正贤一起吃午餐时 王曼妮表示自己今天才知道 梁正贤送给她的那张健身卡有多贵 而且香港也有连锁地 于是她问梁正贤将来她去香港工作的时候 可不可以转卡 梁正贤却不假思索的回答 你就在这里用吧 王曼妮觉得梁正贤态度有些奇怪 以前都是求着她请假出去玩 而她一提去香港的事情 梁正贤却以她不能随便请假拒绝了她 几天后王曼妮的店里 来了个气质不索的女顾客 点名让王曼妮服务 并主动提醒她 前几天她们在健身俱乐部碰过面 起初王曼妮还觉得她俩挺有缘分的 而且王曼妮对那张健身卡的理解是 出乎想象的贵 所以既然这个女顾客也是健身卡的持有者 那她的消费能力一定很强 于是细心地为她服务 一件又一件地往事衣间里搬衣服 然而她前前后后 让王曼妮忙活了三个多小时 却一件衣服也没看中 直到王曼妮的同事看出问题 过来帮王曼妮解围 女顾客虽然意犹未尽 但还是顺手拿起一条领带买单离开 要知道时间就是销售的成本 纠缠王曼妮四个小时 就买一条领带 这分明是想让王曼妮的业绩垫底 然而没过几天 这个女顾客又再次出现 仍然点名王曼妮为她服务实现 王曼妮看出她又和上次一样 于是准备借过离开 所以你要拒绝为我服务了 我只是觉得可能我的工作能力有限 服务不好你 我找我的其他同事 我只是占用了你一点时间跟业绩而已 你就这么不高兴啊 那你应该很可以体会得到 自己的男人被别人占的是什么滋味吧 王曼妮以为女顾客又再说莫名其妙的话 然而她却再次选了一条领带 并拿出信用卡递给王曼妮结账 而信用卡上面赫然写着梁正贤的名字 原来她叫赵静宇 是梁正贤在香港交往七年的女友 他们虽然没结婚 但在香港的亲朋好友们 都默认他俩的夫妻身份 这个戒指是梁正贤七年前送给我的 他一直都强调自己是不婚主义 但是我知道 在他心里面都是把我当妻子看待的 这么多年来我已经没有在工作了 都是他每个月给我生活费养着我的 我等了这么多年都没有等到正式梁太太的身份 我怎么可能眼睁睁地看着你把她抢走 所以如果你想保住你的工作 保留一点尊严的话 自己退出吧 赵静宇的段位明显比王漫妮要高很多 两次来店里找王漫妮搞心态 然后霸气摊牌 得知真相的王漫妮的心态也彻底爆炸 在顾家的建议下 王漫妮要求梁正贤来上海面谈 不然自己就去香港找她 但梁正贤却开始给王漫妮画大笔 只用了几句话就稳住了她 先别生气 从我见到你的第一天 我就很确定我爱的是你 我愿意为你离开赵静宇 但是你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去处理啊 毕竟她跟我七年时间 还有很多生意上的事情需要分割 所以这就是不婚的好处 对不对啊 我知道你一直没有安全感 这都是我的错 我马上回香港 等我处理好赵静宇 就搬过来上海和你定居 让你这里有个家 我从来没有为一个旅人做过那么多 王漫妮半信半疑 但也就是从这里开始 王漫妮失去了主动权 开始被梁正贤和赵静宇轮流拿捏 自从梁正贤给王漫妮画完大饼以后 好长一段时间都没再出现 然而没等来梁正贤 王漫妮却在店里 等来了赵静宇的一记大耳光 你不是就会来店里闹吗 好啊 我现在就辞职 我不干了 你还能怎么样啊 你比我想象中厉害 长得蛮清楚的吧 一份工作跟梁正贤比 算得了什么 王漫妮没想到这种正宫怒斯小三的戏 会出现在自己身上 而且自己的同事们都在场 委屈了几秒后 她故作平静地走上前跟赵静宇解释 赵小姐 我爱梁正贤 她也爱我 我不能否认对你造成的伤害 但我认为我没有做错 别把自己说得那么高尚 你问问你自己 你是爱她的人 还是爱她的钱 像你这样的女孩子 我见得多了 就是用于爱情 去掩饰自己的虚勇跟自私 我爱的是她这个人 她说她会离开香港的 哪怕她一无所有 我也愿意跟她在一起 我贪图的是她的爱 不是情 赵静宇走后 店长给王漫妮递来了 包着冰块的毛巾 暖心地安慰她 劝她不需要辞职 不要到最后没了感情又没了工作 并且给了她几天假期调整心情 辞职的事情就当她没说 王漫妮觉得 一定是梁正贤跟赵静宇摊牌了 才会让赵静宇如此生气地过来报复 于是王漫妮悄悄地买了机票 利用赵静宇会员资料上填写的地址 很快找到了赵静宇在香港的家 因为那也一定是梁正贤的家 却亲眼目睹了梁正贤和赵静宇 正牵着狗 手完手 安爱地一起散步 王漫妮的心情瞬间跌入了谷底 带着行李箱又灰溜溜地回到了上海 回到家后她颓废得一言不放 在房间里发出撕心裂肺的豪哭 沉浸了一段时间后 赵静宇主动约王漫妮见面 并且告诉王漫妮 其实每隔一段时间 梁正贤的身边都会出现像王漫妮这样的女孩 而且每一次都是她出面处理的 并不是她拿我没有办法 而是一种默束 她先前赶过了 不想要了 又不想自己做坏人 最好的解决方法 就是找我出来 宣示主权 让这些女孩子自动退出 这也就是我跟她之间 清照不深的默契 其实我可以感觉得到 你跟过去那些女孩子都不一样 连我都差点觉得 梁正贤动了真情 真的要抛弃我了 所以我一急 就跑到你店里面去捣乱 不过现在看来啊 我还是高估你的重要性了 她又一次躲了 所以才会有我跟你这次的对话 赵静宇是一个很聪明的女人 她知道跟梁正贤结婚是不可能的 而送给梁正贤 有任何宣示伴侣含义的东西 梁正贤也一定不肯带 那么最好的办法 就是让梁正贤送给她结婚戒指 而这个戒指也足以宣示自己的正宫地位 当初王万妮看到戒指时 也直接被唬住了 而谁又会把结婚证拿着倒出火 来表明夫妻身份 不过赵静宇也有她自己的悲安 你说我跟你两个人看起来 谁更惨 从明天开始我就可以放过你了 但是谁能放过我呢 我不是没有想过要放弃这段感情 但是亲年的圈养 我真的不晓得我要怎么样去自己面对生活 我也不晓得将来 还有多少女生是要我去解决 但至少这是我擅长的不是吗 赵静宇之所以能稳坐正宫 自然有她的手段 她至少掐住了梁正贤最在意的生意和投资 让梁正贤难以跟她割舍 一旦分开就会损失惨重 而王万妮从一开始 就鄙视酒吧女老板的三人行 然后还拼命地想要调取香港 跟本来应该谈钱和吸取人脉的梁正贤 却天真的谈起了感情 所以说得一败涂地 赵静宇还告诉王万妮 他们现在见面的这个小区 其实是梁正贤在上海的家 亲自出手捅破这层窗户之后 赵静宇满意地离开 王万妮却陷入复杂的情绪里 她一直坐在小区门口的 终于亲眼看到了梁正贤 坐车回到了小区 证实了赵静宇刚才所说的话 于是打电话约梁正贤出来见面 而梁正贤也在此时向王万妮提出了 让赵静宇和她 一难一北户不干涉的奇葩想法 江晨是王万妮的初恋男友 当年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也很甜蜜 然而毕业后就在奢侈品店工作的王万妮 见多了有钱人的生活 所以难免变得虚弱 她也想过那样高质量的有钱生活 但很明显那时候的江晨并不能给她带来这样的生活 于是王万妮故意制造了 前面那段非常惨烈的分手现场 她带着江晨去买奢侈品 好让江晨知难而退 后来两人在见面时 是在一家咖啡馆 当时王万妮本以为江晨只是在这里打工 却突然听到别人叫她老板 而对于当年的被分手 江晨却表现得很豁达 分手现场很惨烈 其实我知道你是故意的 后来一把钱打给我了 吃了好几个月的泡面吧 怎么可能 后来怎么样啊 把我给甩了有没有如愿的找一个有钱的男朋友啊 有啊 那就好 以后你要没事的话就经常过来 过来我给你冲咖啡喝 好 好 而等待梁正贤回去跟赵静宇摊牌的那段时间 王万妮带顾家和钟晓芹 去光顾过江晨的咖啡馆 可以看出江晨给王万妮准备的咖啡杯 都和其他客人的不一样 足以看出江晨对王万妮依然心动 之后王万妮跟梁正贤脱一分手又辞了职 整天把自己关在屋里睡的天昏地暗 江晨得知后找顾家要到王万妮的住址 执着地敲开王万妮的家门 然后一言不发地开始为王万妮收拾房间 王万妮不想让她看到自己的窘境 于是从钱包里拿出一百块钱给江晨 保洁费我不欠你的 行那我就收了 踏上睡你了 见这招不好使王万妮只好回到卧室 而江晨收拾好房间以后又给王万妮做好了饭菜 整齐地摆在餐桌上 然后还贴心地拖出了餐饮 你要不想出屋的话呢 也没关系 明天我接着过来给你做饭 饭快凉了 说完以后江晨就默默离开 连续睡了几天后 王万妮再也睡不着了 于是主动来到江晨的店 并且不顾形响 狼吞狐咽地吃东西 含一杯接一杯地灌咖啡 江晨见王万妮状态恢复了一心 于是决定带她去自己经常进货的市场 你每天早上都跑那么远的地方来进货 一周三天吧 以为你当了老板 没想到你还有这么辛苦的一面 这不叫辛苦 这叫有事情做 受到江晨对生活态度的鼓舞 王万妮也振作起来 开始在网上投简历找工作 在等待面试的日子里 江晨耐心教王万妮如何挑选咖啡豆 她把每一种豆子都区分得井井有条 王万妮看她挑得十分治愈 也亲手尝试起来 这是江晨店里的女店员 走过来粗鲁地给她们倒水 临走时还瞪了江晨一眼 王万妮看出女店员对江晨有意 于是调侃江晨 江晨的言下之意就是 自己仍然喜欢着王万妮 随时等着王万妮回心转移 所以才对那个女店员没有回应 然而王万妮并没有回应江晨 深情默默地表白 其实江晨说与不说 王万妮心里都是清楚的 但在此时此刻 她的欲望并不止于此 因为梁海王带她看见了世界的繁华 她已经很难再去满足 仅仅只是在江晨的咖啡店里当老板娘 而且很有可能在跟江晨结了婚以后 她的大多数时光都是在为客人做手冲咖啡 王万妮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的人 继续拥有清高 和江晨这样的普通人谈钱 和不婚主义的富有海王梁正贤谈感情 或许当她知道到底什么才最珍贵时 江晨也将离她而去 我说句实话 都是女人 其实这个年纪去做销售 本身就不具备什么优势 王万妮在网上投的简历 大多数都石沉大喊 这天她终于接到了猎头的电话 然而兴高采烈地去赴约见面后 却被猎头泼了一盆冷水 由于奢侈品行业持续不景气 很多品牌其实都在裁员 所以王万妮现在能获得的职位 也只是基层销售 而不是之前的销售主管 薪资也从之前的月均一万七 到现在猎头所说的七八千而已 要知道王万妮现在所租的房子 月租就是七千 习惯了精致穷的王万妮犹豫了 她不想再回到当初跟别人合作的那种日子 于是直逐地独自走在打街上 想到自己在上海的八年不经悲从中来 终于打起了回老家的念头 于是她摆摊把这些年 自己攒钱买的奢侈品贱卖 似乎只有卖掉这些东西 她才能跟过去的生活 彻底断个干净 临走前王万妮还去咖啡馆专程找江辰道别 江辰劝她留下 假如江辰当时说的是 我可以养你 而不是让王万妮留在咖啡馆工作 结局会不会不一样了 于是江辰把王万妮送到地铁站 然而当初就是在地铁站相遇然后相爱 却因为王万妮嫌弃她穷而最终飞手 王万妮回到老家后 爸妈给她大白宴席过三十岁生日 八年前她愁愁满志地带着梦想离开了家乡 然而八年后她再回到家乡时 却觉得自己除了岁数的增长 仍然一无所有 老家没有像一样的咖啡馆 都是用素容咖啡冒充手磨咖啡 幸好江辰给王万妮寄去了一台咖啡机 而且每个月也会给王万妮寄一次咖啡豆 她还给这些咖啡豆起名为妮妮豆 看来你那儿出了咖啡喝不到 别的一切过了都还不错 那可是美得不行了 每天起床就有热菜热饭 出了门整个条街的人都跟你打招 那你吃了吗 吃了吃了 我现在可是宇宙中心了 那你要是有什么打算的话 你随时告诉我 其实此时的江辰也在犹豫着 要不要继续等王万妮 因为她在给王万妮当备胎的同时 咖啡馆喜欢她的女店员 也是她的备胎 而30岁还没出嫁的王万妮 回到爸妈身边 自然也成了眼中子 两位老人托人给她介绍了相亲对象 并表示她如果能找到这样的对象 简直就是高攀了 王万妮听完露出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 却又没法拒绝爸妈 只能答应去见一见 结果第二天相亲的地点试在小周上 两人面对面做着尴尬的对视 我叫张志 35岁熟牛 硕士学历 未婚 上次谈恋爱还是读研究生的时候 现在是规划班的一个主任 官不大 学有所用 用自己的光和热 把我们的小镇建设的 严人富足 在家服务 你这么说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 以后我多跟你讲一讲 你这个思想境界很快就能提高起来了 张志对气质不索的王万妮十分满意 起初她还跟王万妮解释 之所以约在小周里相亲 是怕对王万妮影响不好 但两人下船后 张志就大方地和王万妮一路走回家 路上还有很多人巴结地跟张志打着招呼 王万妮回到家才知道 原来小镇里追张志的女孩很多 但张志的眼光很高 谁也看不上 而跟她在船上见面 只是为了掩人耳目 因为王万妮让她很满意 所以下船后张志才肯带着王万妮走动 王万妮对张志并不感兴趣 但在爸妈的劝说下 决定还是继续接触试试 而顾家和钟晓芹在江晨的咖啡馆喝咖啡室 跟王万妮视频 八卦地问到她相亲对象的情况 被江晨听到 江晨失落地从他们身边走开 这就叫浮夸 浮夸就会带来浮躁 人就是这样被慢慢地腐蚀掉 在大城市 人越努力就越不满足 越不满足的人就越难得到幸福 上次相亲后 张志主动约王万妮去吃饭看电影 王万妮也试着去适应小镇里的人情味和烟火器 于是同意赴云 吃饭是当王万妮谈起 她这两天看到上海朋友发的朋友圈 觉得既新鲜又羡慕 张志却表示小镇里的人都不追求那些虚的东西 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 放在怎么过好自己的日子上 王万妮听后只是笑笑不语 吃完了饭 餐馆的老板表示 上次他家小孩的住院费 还是张志给垫付的 虽坚决不肯收张志的饭钱 但临走时张志却悄悄地把饭钱放在了盘子底下 而他的这个举动 也让王万妮对他有了不错的印象 之后两个人一起去看电影 明明王万妮的家附近就有一家电影院 张志却偏偏开车到很远的电影院 找朋友拿了两张电影票 朋友还给他们留了最好的座位 他这样的做法让王万妮十分不及 于是忍不住问张志 为什么要跑这么远来占这个小便宜 张志却解释说这不叫占便宜 今天他俩白看了他朋友一场电影 他朋友明天就可以到他母亲开的饭店里 白做一顿饭 人情就这么还了 这样一来一回呢 钱上谁都没什么存在 但是情分就增加了不好吗 一无一物啊 那人情难道不是最难还的 哎 起码在这儿 人情一点都不难还 在家里啊 人情可是最应通的货品 王万妮觉得张志说的也有些道理 几天后张志又来王万妮家里 还递给王万妮一个信封 原来他听说王万妮回来以后还没有工作 于是他就替王万妮投了简历 在他所在的规划班 帮王万妮找了份文案整理的工作 王万妮对张志表示感谢并答应去试试 王万妮的父母对张志非常满意 并告诉王万妮 张志其实是他最好的结婚对象 王万妮对此不置可否 第二天张志接王万妮去上班 他在路上叮嘱王万妮 在规划班上班的时候 让王万妮顿时就听不下去了 我们什么关系啊 恋人关系呗 我们什么时候定的这层关系啊 那相亲之后了 我还愿意见你 你也还愿意见我 这不就表示 不不不不不 再见面的意思是表示 可以继续相互了解 相处看看 然后才能考虑是不是 那你朋友关系 再相处看看 是为了考虑什么时候结婚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相亲步骤 这不是我的步骤呀 你往前看好吧 再开车呢 回想一下当初 王万妮和梁正贤在一起的时候 步骤可比这简单多了 张志见王万妮态度艰巨 于是做出让步 表示愿意按照他的步骤来 而到了单位 规划班的同事们已经听说 张志的女朋友要到这里来上班 见到王万妮都纷纷赞叹 张志的眼光很高 猜测两人很快就会结婚 并且都千方百计的讨好着王万妮 张志本来在二楼工作 却特地到一楼打水 我知道的 我懂的 我在门口 我帮你们盯着 下班时张志还开车 在单位门口等王万妮 之前还劝王万妮低调的她 现在反倒是不但定了 仿佛是要大方的 向大家公开两人的男女关系 但王万妮不想成为 大家关注的焦点 于是晚上回家 跟父母说自己 不想跟张志在一个地方工作 但父母确觉得 王万妮有些不知好歹 坚持让她继续去规划班上班 之后王万妮的爷爷生病住院 父亲也因为着急上火 血压上升了过去 又是张志忙前忙后的 带王万妮的父亲去看医生 王万妮被张志的多次相逐 弄得处境尴尬 这家事似乎是 她不以身相许就无以为保 令她有些矛盾 直到有一天 张志让王万妮接待来 镇上投资的集团老总 在剪彩的列位老板中 王万妮认出了 其中一个人是魏老板 魏老板曾经跟梁正贤 有过往来 在一家会所 跟王万妮见过面 在王万妮给魏老板送茶室 魏老板突然开口 问她为什么会在这里 王万妮解释说 自己的老家在这里 魏老板告诉王万妮 他们集团公司 已经收购了 王万妮过去工作的 那家奢侈品店 她一眼就看出 王万妮肯定会不甘平庸 于是给了王万妮 一张私人名片 而王万妮自从看到魏老板后 好不容易平静的内心 又如同在湖面投入了识款 她开始反思 自己回家乡的决定 是否正确 于是她去找理发店的 于伯倾诉 说自己在上海的时候 觉得那不是自己的家 但是她现在已经回来了 却觉得家更不像家了 因为于伯曾经 也在上海飘荡过 她理解那种飘的感觉 也理解王万妮 现在面对家乡的人性和习俗 已经有点无法适应了 于是她鼓励王万妮回上海 于伯像一个百度人一样 说中了王万妮的内心 她本以为在上海受了点挫折 不得不回来求一份安稳 然而自从她回家以后 其实每时每刻都想要回去 她已经接受那样的生活了 并且她不甘心 她还想拼 于是王万妮决定 重回上海 临行前她跟张志告别 并感谢张志这段时间 对自己和家人的照顾 这些年一直没对任何姑娘 动心的张志 当然不舍得王万妮离开 同时也不理解她为何要走 况且张志已经跟自己的爸妈约好 准备过段时间上门 见见王万妮父母 两家人一起吃个饭 聊聊结婚的事情 但王万妮谢绝了张志的挽留 并表现得毫无回转余地 让张志有些恼怒 王万妮你想过没有 回上海三个字说着简单 可是你知道你回去之后 面对你的将是什么吗 你一切从头开始啊 你年纪也不小了 比美貌一年一年的小姑娘 年轻的 不要钱似的往上海冲 比事业是 上海看上去比家里机会多 可是一个人就算再怎么努力 在上海她都只能飘着 想定居有可能吗 一个人啊 她有权利选择 平凡又幸福地活着 那我也有权不选吧 无论张志怎么挽留 王万妮都义无反顾地要回上海 平心而论 张志无论是人品 还是各方面条件 放到现实中都是相当优质的 估计这样的男人 排队上门做媒的都能把门槛踏破 但王万妮却丝毫没对张志动心 毕竟他交往过像梁正贤那样的有钱人 见识过他一直向往的上流社会后 自然不甘心留在小镇 父母也对他有些失望 父亲给了他一张银行卡 里面存的是给王万妮准备的嫁妆钱 倒不如现在给他算了 但王万妮流着泪 却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家 江辰得知王万妮回到上海 于是邀请他来咖啡馆坐一坐 满怀期待地用妮妮豆试探王万妮的态度 却没想到王万妮回家一趟后 不仅知道张志那种男人不是自己想要的 就连江辰他也决定彻底放手 其实他也明白 自己和江辰并不是同一路人 他也不想再次伤害江辰以及他身边的人 江辰我们干脆点说吧 我很珍惜你这个朋友 我们结束了就是结束了 别对我再有什么想法了 当然了 如果是我自作多情那最好 你没有自作多情啊 是不是我又错过了什么 如果我离开之前 你对我说的不是让我留下来工作 也许我会考虑 但是错过了就是错过了 我们都应该干脆点 王万妮拿走江辰为他轰的最后一瓶咖啡豆 并让他以后不要再为他轰了 也让江辰对他彻底死了心 王万妮说过 自己喜欢带着自己前行的男人 不喜欢给他添一家饭的男人 说实话 像江辰这样的男人虽然很普通 但也很踏实 他的好没有那么明显 但却可以给足你安全感 连续拒绝了两个喜欢他的男人后 王万妮拨通了私人名片上 魏老板的电话 而在故事的结尾 当王万妮再次来咖啡馆找江辰的时候 江辰已经跟喜欢他很久的女店员领证 而江辰还想要再送给他一罐专属咪咪豆 却被王万妮拒绝了 或许此时的王万妮 是真心希望江辰能够彻底放下他 从此一心一意和女店员好好过日子 既然价值观不同 那就各自放过吧 对于如今自己找上门来的王万妮 魏老板开口并不算客气 直接质疑王万妮是来铺工作还是铺人的 王万妮赶紧解释 自己是想到原来那家奢侈品店的副店长 当然这并没有超过魏老板的预想 然而王万妮过去最多只做到过销售主管 仅仅这样的成绩 在建多士广的魏老板面前 显然是不具备分量的 于是魏老板提出了对赌协议 他给王万妮一个三个月的试用期 让王万妮在期限内 完成他所要求的任务 如果王万妮能通过试用期 就直接给他正店长的职位 但如果王万妮没能通过试用期的考验 那就必须做他的私人助理 随叫随到并且无权辞职 这其实是一场不论结果如何 受益者都是魏老板的赌局 如果王万妮工作能力够强 魏老板则收获一名得力干将 如果王万妮最终能力撑不起野心 魏老板就收获一位貌美佳人 人要想得到以预期更多的 就得压上全部的法码 您并不缺贴身助理不是吗 我更需要一个好店长 魏先生您说的这两条路 无非是躺着还是站着 躺着有什么难呀 我会坚持站着走到底 当然如果输了我也不会赖账 我会接受您开出的任何条件 其实这并不是王万妮第一次做对赌 上一次是在邮轮上完成升仓 一万八的价格也是他所承受不起的 当时他要牙刷了信用卡 如果梁正贤下船后没有找他 那就相当于这一万八打了水漂 而这次对赌 他唯一的筹码就是他自己 其实一个正常的 有所顾忌的成年人 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 但他连续拒绝了张志和江辰 现在已经没有了退路 不过这次对赌 最终还是帮他重新塑造了奋斗模式 王万妮被魏老板安排到 集团下的智商店子上班 并进入应收部门 说白了就是帮公司要逾期货款的 部门负责人简尼 向销售总监弗兰克介绍了王万妮 由于听说王万妮是总裁 办下发的入职通知 所以弗兰克怀疑 王万妮是魏老板的人 上班第一天就想给王万妮个下马威 于是他假意请部门同事聚餐 欢迎王万妮的加入 实则却是借着迎新仪式 猛贯王万妮喝酒 男同事们热情的给王万妮 分别倒了一杯红酒 一杯威士忌和一杯白酒 这个呢叫迎新酒 你可能不太了解 我们营收和销售 百分之六十的款项 都是分不喝 要不真你给打个样子 老大 我这好久没这么喝过了 反正那酒已经到上了 就看你们俩什么地方 老大说了 这是迎新酒吗 那肯定得我喝呀 王万妮获出命还要排着小 连喝了三杯迎新酒 弗兰克才肯放过他 聚餐结束后 弗兰克继续试探王万妮 说魏老板的生日快到了 不知道送什么生日礼物好 王万妮搪塞过去 表示自己如果跟魏老板 有什么关系 肯定不会安排他来 最酷最累的应收部门 这是最久的简妮 被另外一个有所企图的 男同事扶出饭店 王万妮仗义的拉过简妮 并且主动送她回家 让简妮非常感动 第二天简妮很热心的告诉她 岗位职责和追款机枪 不过由于弗兰克的故意刁难 王万妮所拿到手的追款明信 都是一些最难讨回的陈年旧债 王万妮和其他讨债公司的人 在门口一起熬了两天后 晚走的王万妮 终于等到欠债人郑理想从公司里出来 还带着她年仅十岁的儿子 王万妮心软了 于是跟郑理想父子俩一起去了面馆 原来这父子俩为了躲债 白天就待在停水停电的办公楼里不出来 晚上等要债的人走了以后 再偷偷出来买吃的 郑理想表示 自己还有一套房子正挂牌出售了 一旦卖出去 她所有的欠款都能还上 结账的时候 王万妮见郑理想口袋结局 于是替她付了36块的面签 这一分钱是能难倒一军汉 这钱我收了 明天我替吃天的 为了表示感激 郑理想管王万妮要了明天 并承诺等房子卖了 第一个就还给王万妮的公司 然而第二天简历告诉王万妮 其实郑理想的欠款已经延期过一次 如果再延期就要走重彩流程 那样的话即使到时候还了 也仍然算不上王万妮的业绩 王万妮只好再去找郑理想 她坦诚的劝说郑理想 为了自己不被纳入 失线人员名单 同时也为了她的业绩 最好能先还20%的欠款 也就是10万块钱 王万妮再次帮郑理想付了面钱 于是郑理想答应王万妮 说自己会想想拜访 但是公司这边的销售总监弗兰克 却不愿意给王万妮时间 她怕王万妮是为老板 安排下来监视自己的 于是把王万妮叫到办公室 在我这儿呢 还从来没见过 在弗兰克的施压下 王万妮再次跟郑理想沟通 但郑理想解释说 自己的房子还有几天就能卖掉了 到时候一定能还上 王万妮表示 自己这边真的没法再等了 于是郑理想开始装可怜 并告诉王万妮 现在她手里已经东界西界的 凑够了三万多 问王万妮有没有钱 王万妮如是回答 王万妮一边回想起 两次请郑理想吃面时 郑理想的可怜芭蕉 在王万妮看来 他们彼此的私人友谊 已经很深厚了 一边又想到弗兰克 只给她十天的期限 再加上跟魏老板 三个月的对赌协议 于是一咬牙 转给了郑理想六万 然而就在前刚到账的 那一瞬间 郑理想就把王万妮的 微信给拉黑了 之后连手机也关接了 王万妮如遭晴天霹雳 赶紧跟简妮一起去 郑理想公司的办公楼去找 然而门口腰帐的这群人 也沮丧的正在撤退 一问才知道 郑理想今天刚刚 从办公楼的后门逃跑了 简妮替王万妮不值 好心帮人结果 却被人骗钱 下午魏老板 也给王万妮打来了电话 约她见面 她已经知道了 王万妮没能收回欠款 自己反倒被骗钱的事情 王万妮还有些苦恼的 向魏老板抱怨 她安排给自己的是 最底层的工作 然而魏老板 却冷笑着回答王万妮 她自己就是从 应收这一职位做起来的 应收虽然是最底层的工作 但却是最锻炼人的 并且想要做好应收 公司的所有相关部门 就都要去了解 王万妮听后有些惭愧 没想到魏老板 给她安排这个职位 是用心良苦的 于是又重新燃起斗志 此时王万妮的 下一位客户出现了 说实话 这一单老人都不接了 就丢给我 我没什么经验和技巧 只有一颗真诚的心 和24小时的时间 你说因为不舒服 所以不想付钱 那你就冲我拿好了 怎么爽你怎么折腾我 你可以随时都找我 只要你气消了 心意顺了 把钱还了就行 王万妮身上的钱 全背上一个客户骗光 而10天的试用期就要到了 她只能寄希望于下一个客户 而这个名叫叶一的女傅二代 之所以欠钱 搞不定 只能丢给新人王万妮 于是王万妮向叶一保证 自己随脚随倒 到了晚上王万妮刚躺下 就接到叶一的电话 说现在就需要她 因为车刚刚撞到马路爆胎了 让王万妮帮她换轮胎 然后再陪她去医院拍个片 因为她的颈椎好像不能动了 于是王万妮给修理部打了电话 两人坐在一旁边聊边的 当得知王万妮这每日 每夜随脚随到的 只能得到2000块钱提成时 叶一有些惊讶 你这后面加个灵 经过这次交谈 叶一对王万妮还是挺有好感的 她的身边其实一直缺少 能付诸真心的朋友 随后王万妮陪叶一去医院 固定了颈椎 把叶一照顾得无微不止 你一时这么会照顾人吗 我当然是冲钱了 你高兴了早点把钱打了 以后不管你拿我怎么着都行 做梦吧 不过我倒挺喜欢你这张嘴的 叶一脖子轻度错位 但却丝毫不影响 她晚上出去嗨的热情 因为她已经跟朋友约好了 并且从不爽约 王万妮只好当司机 带她去KTV带柄唱歌 叶一在包厢里面玩 王万妮就在外面一边 搅方便面一边等 大半夜还给其他客户 打电话催款 叶一出来看到这个场景 觉得王万妮的样子惨极了 忍不住嘲讽了 王万妮几句就放她回家了 这天早会上 销售总监弗兰克 正在当众批评王万妮 入职十天了 连一分钱的账也没有收回 并且决定开除王万妮 听懂了吗 能力和智商的问题 干嘛 开会呢 叶总 什么开会 开人 开人 不会是开她吧 我可是过来还她钱的 她要走了 我就不还了 我们就是探讨一下 接下来的工作流程 她跟我挺对脾气的 以后我们公司业务 你就派她来 别找些我不喜欢的人 我不高兴 行 没问题 客户就是上帝嘛 上帝挑谁就是谁 王万妮没想到 叶一会为她霸气撑药 让她既撑过了十天的试用期 同时也要到了第一笔欠款 正好赶上叶一过生日 王万妮用这笔回款的提成 给叶一买了一个 很精致的车载相勋 你那是我这份工作的 第一个客户 我以前呢 就是客户 就是纯粹的客户 是用来完成业绩的 但是我想现在 改变自己的这种心态 至少我得自己先真心呀 对不对 否则销售做到最后 都掉到前眼里了 早晚都成事理 之后王万妮来到 另一家欠债公司 发现他们在仓库里 积压了大量货 而通过调查询问才得知 这背后的原因竟然是 公司里一个 已经离职的销售何小光 虚假开单追业绩造成的 何小光当初答应客户 只要帮他充满月底的业绩 核算完之后就能申请退货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客户才一直拖着不付款 简妮劝王万妮 不要再调查这事 因为这种行为 一般都是销售总监弗兰克默许的 劝王万妮就当不知道这件事 这时弗兰克也得到了 王万妮查到此事的消息 于是主动打电话 找王万妮去办公室 并以王万妮不适合 这份工作为由 一于开除王万妮 并威胁他不要妄想举报自己 因为公司里根本没有人会相信他 却没想到王万妮 一个试用期还没过的员工 竟然会跟他硬钢 王万妮无所畏惧地离开弗兰克的办公室 然而走进卫生间的那一刹那 他刚刚鼓起的勇气就像皮球一样泄了气 不断地抽搐打冷战 他知道自己对抗弗兰克 有如蚂蚁想要撼动大象一般 但他却毫无退路可言 于是第二天王万妮给公司里的所有同事 都发了邮件 邮件上写着私箱售手虚假开单 最终买单的还是公司品牌和员工自己 何小光顶包被开除就是最好的例子 呼吁他们如果手里有任何 有关于销售虚假开单的证据 都可以匿名发给自己 他会一并带牢 交给公司的联政调查部门 于是弗兰克被调查 还气急败坏地摔了笔记本电脑 然而第二天 王万妮来上班的时候 也被当作重点限制人员禁止出入公司 王万妮知道这是弗兰克对自己的回应 于是不甘示弱地发语音给弗兰克 表明自己绝不屈服 还会继续完成催款任务 王万妮带业衣去了积压货物的客户仓库 他利用当初在奢侈品店工作时 店与店之间可以互相转仓来盘活库存的思维 想出来让客户去消化客户库存的方法 你这算盘不要打得太好啊 把我安排得这么明明白白的 没错 完成你这单呢 既可以帮我追回他们的欠款 又可以属于我的销售业绩 你自己看着办嘛啊 成 都说这么直白了 这个人情让你欠下了 晚上王万妮下班回家时被弗兰克拦住 并愤怒地指责王万妮为什么跟她死� 并表示如果王万妮撤销举报 她会给王万妮一笔钱 足以让王万妮在上海安身立命 前一段时间是谁让我不能在上海待着的 现在变卦了 我看着你的时候 我就在想 你做这样的事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是从一顿饭 一个表 到后面一辆车 一套房 原则都是一退再退 胆子就是越来越大 从前我从来没想过这些事 但我看到你现在这副样子 人还是要问心无愧地讨生活的 尤其是一开始 有机会做选择的时候 就别让自己站到灰色地带去 王万妮仍然保持强硬的态度 让弗兰克也无可奈何 魏老板第二天约王万妮见面 告诉她弗兰克已经从公司被带走调查 并转交给司法介入 没想到王万妮能凭借一己之力 就把公司的销售部搞得人心惶惶 王万妮赶忙道歉 魏老板却表示 其实自己早就想动目中无她的弗兰克 只是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 王万妮正好把这件事情给完美的提前了 魏老板还夸赞王万妮 能在孤立无援时跑到仓库催战 并想到把客户的库存转化为销售这种妙招 王万妮这才放心 原来魏老板并没有怪罪的 三个月的考核期很快就到了 王万妮也给魏老板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按照之前的协议 魏老板让王万妮可以在奢侈品店店长 以及公司销售部的销售主管 这两个职位中任选其一 王万妮却把两个职位都拒绝了 三个月的历练让王万妮知道 要想真正实现自己的梦想 这三尺柜台后边的小天地实在太小了 想要让身边的风景变得更好 只有不断提升自己 所以出国杜金或许是他的另一条捷径 你想学什么 我都可以给你出绝费的 只要你学生之后再回我的智商 您已经资助过我了 我算了一下这些提升差不多十万块钱 够付我学费的了 我算是明白了 你要的是自由 不是学费 是我失误了 给你安排了一个看上去完不成的任务 结果反而提升了你的无限自信 在故事的结尾 王万妮拒绝了魏老板的收编 也拒绝了海王梁正贤的再一次诱惑 最后又告别了暖男江陈 如愿踏上了出国流血的征程 然而对于王万妮来说 选择拿十万块出国流血 又何尝不是一次新的对斗